这个扫描光线的这个范围,到底要怎么描述? 要想一下 这个点很重要 这个点到底是什么位置呢? 因为这个点的描述跟T有关 所以我要写成T 因为这45度那条线 我要描述成这个点是T等于T的地方 就好像我刚刚这边在描述 这个45度方向这个点是描述成T等于T 现在是T倒过来T等于T 一直到很高很高这个点的位置 要问说这个点是T等于多少? 那就无限大 这个很高很高这个点 就好像我刚刚这边一样 我是从左边这个点一直到右边这个点 左边这个点叫T等于0 右边这个点叫T等于T 一模一样的情况在讲辩 一个是水平方向的描述 一个是垂直方向的描述 再把这一个所谓的扫描的光线 从最左边的垂直走开始 移动到最右边最右边很远很远的地方 那行程的线形范围 就会跟刚刚一模一样 是这个意思 T等于T写在这边 我现在在讨论的这件事 我把它写在积分式的上下线里面 这个点写旁边一点点 T趋近无限大 有一个底涛之后 对T来说 它要从T等于涛开始 积分到T趋近于无限大 然后再来想说 这个扫描光线 应该要从最左边这条线 后面的话就是涛要研究一下 涛要从涛等于0 这条线叫涛等于0 刚刚有讨论过 这条线叫涛等于0 从涛等于0 这条光线 从最左边这个位置 一直往右边扫描 扫描 所以它会扫描出一样的泄形范围 所以这个基本的高度 这个范围 先讲范围 基本的范围就是 T等于0 垂直走这位置 一直扫描到 T趋近于无限大的范围 我们刚刚这样的一个讨论方式 会跟直接对调不一样 有些同学说 只是白色对调 白色跟橙色对调而已 所以基本上下线跟着对调就好了 其实不完全会一样 我们那个黄色部分有改变 白色部分也有一点点改变 虽然看起来好像差不多了 但是事实上是不一样的 我要表达的是说 事实上是不一样的 MG 刚刚的讨论 我们再做一个新的整理 我已经有一个新的结果在这边了 再把底下这边拿掉 然后做一些整理就好了 这个题目 研究所的时候 当时出题目的老师 这个题目是20分 我用那边来做一点的整理跟说明 我们要把现在所看到的函数 稍微再调整一下 首先我要把这个f 因为里面是跟t的积分有关 然后这个f的话 就可以提到积分式外面来 这里有一个f over tau 这个f over tau 我要把它拿到积分式外面来 因为积分是跟t有关的 跟t有关的函数 可以拿到积分式外面来的意思 好 tau等于0 积分到tau等于无限大 然后橙色的部分是t等于tau 积分到p趋近于无限大 然后我刚刚有说我想把那个f over tau 积分到积分式外面来 因为积分的过程是跟t有关的 因为积分的过程是跟t有关的 exponential负的st字方 以t 好 橙色的就是写橙色的 白色的就写白色 这样比较好分辨 好 然后这里我需要做一个变数变换 好 这里的变数变换 我想要令大写的t是小写的t减掉tau 我觉得的目的是要把小t换掉 我这个目的是要把小t换成大t 好 那小t有上下线啊 6 小t有一个下线是tau了 还有一个上线是无限大 好 这两个状况对应的大t是多少要想一下 好 大t分别为 好 看这边了 就小t带tau嘛 小t带tau的话就tau减tau 那就是0啊 好这边写等于0 好 那底下呢小t带无限到 无限大减tau 那还是无限大的 所以大t这里会对应到无限大 好 好 我做了变数变换之后 也可以把那个上下线 用这个方式调整一下 好 那我们就调整一下 现在是白色部分为tau等于0 积分到tau趋近于无限大 然后积分减数这里先写一个tau 后面呢 后面我刚做了变数变换 变数变换之后 这个小t 不然用蓝色呈现好了 我们做了变数变换 改成蓝色 好小t原来是tau 它已经可以改写成大t是0 所以这边是大t是0 下线大t变成0 上线呢 上线大t变无限大 还是无限大的 好 然后白色部分的g函数 它呢有看到小t减-tau的时候 就换成大t 小t减-tau就换成大t 好 没错了 好 那这里又有一个指数函数 这里的指数函数 也有看到一个小t 那小t就要换成大t 那应该是大t加tau 小t的话就换成大t加上tau 好 没错了 然后再来这里又有一个积分 刚刚是对小t 我一样要把小t换成大t加上tau 对了 没错了 小t把这个减tau移到左边来就加tau 那再来最后一个 对tau变数的积分 好 然后做一点整理的 我们看到 我们刚刚这个动作就是这个 这个动作是把小t换成大t 所以那个tau当做常数的意思 在这个换的过程中tau是当做常数 所以这个常数的微小变化量就是0 我们这边有需要讨论两个项目的微小变化量 一个是大t的微小变化量 还有一个是tau的微小变化量 因为这个变数变化的过程中 这个方法是把tau当做常数 那常数的微小变化量就可以表达成0 只留下大t微小变化量 这一个 然后再来就是 这里有一个子算数的指数有两部分的相积压 这可以变成两部分的相乘 一个是exponential-s大t次方 用不一样的颜色强调一下 这里我可以换成exponential-s乘上tau次方 可以变成这两项 然后蓝色部分 蓝色部分我来就用颜色分类 蓝色部分我把它归类为大t 跟大t无关的都白色 因为有一部分跟大t无关 这一项跟大t无关 我把那个跟大t无关的用白色的强调一下 蓝色部分是跟大t有关 跟大t无关的这个白色部分 就写成-stau次方 拆开之后 有一部分跟大t无关的 跟大t无关的就是白色的 就是这个想法 那色下部分也就是做整理而已 我们把最后一小段 利用这里的空间写一下 再往上写 现在我有看到这里有一个跟大t的积分无关 把这个跟大t无关的积分 再把它拉到积分式的外面来 就是这一项 这一项我把它放在积分式的这边 放在这边之后 我这个写法又可以改写成 好 tau等于0 tau趋近于无限大 好 那这里有f of tau 好 然后刚刚说了 这一项 这一项把它拉到蓝色积分的外面来 exponential的复了stau次方 好 那剩下的部分有蓝色部分写 要写的 大t从0 积分到大t为无限大 好 好 然后这里有一个函数g g跟大t有关 好 然后刚刚有一个拆开之后的子算数 exponential负的s 乘上大t次方 好 然后里面有一个比t 有一个比t 好 外面有一个比t 好 各位同学 你看到这个写法之后 再加上一个观念 因为我们的蓝色部分 积完分之后跟s有关 对吧 这个积分式 因为要把大t换成0跟无限大 所以大t又不见 只有留下这里的s 好 因为这个蓝色部分跟s有关 tau 外面这白色部分是tau的积分 好 我就可以把那个 跟tau无关的这种s的函数 这是一个跟s有关的函数 把这个跟s有关的函数 移到积分式外面去 对吧 我可以把这一项移到积分式的外面来 好 那再把它写成我要的两个关系式相乘 白色部分就是tau等于0 积分到tau等于无限大 好 然后积分的内容是f of tau 那再乘上蓝色部分 蓝色部分已经移到外面去了 就是t等于0 积分到t趋近于无限大 然后积分的内容就是g of大t 乘上蓝色部分 大t次方比t 好 各位同学 你应该看得懂我在干嘛 就是我的这个写法 事实上就是拉斯转换的标准写法 一个是对小f正弹数做拉斯转换 虽然我们拉斯转换大部分都把它写成跟t有关 但是 我有在 其他单元一直这样提醒说 我们 对x变数积分 或是对y变数积分 其实不影响结果 只要你的积分的上下线都一样 对x变数的时候 你带0跟1的上下线 对y积分的时候 你带0跟1的上下线 只要你的积分上下线一样 不管里面的变数怎么写 答案都一样 这个想法下 支持我说 前面这个像 白色部分 前面这个像 次的积分 相当于 我在对小f正弹数做拉斯转换 然后后面蓝色部分 相当于我在对 g over t 这个函数做拉斯转换 这样就证出我要的结论 因为大f跟大g函数相乘 就是这两个部分的相乘 这样就可以证出我要的答案来了 好 这个题目的证明 其实真的非常重要 同学们可以好好了解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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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